国王受伤严重 情人不愿失去国王 于是找来一群囚犯 用木椎扎入囚犯的眼睛 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活体试验 为了让医生找出最佳的治疗方案 在医生的治疗后 国王竟然神奇的好转了 在宴会上与众人庆祝奇迹的发生 大家好 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 我是吉利波 今天给大家带来毒蛇王后第七集 高潮迭起 本剧已接近尾声 每一集都非常精彩 不容错过 那我们废话不多 直接开始 玛丽王后不计前嫌 亲自来探望女仆 她让女仆也听听自己的叙述 在决定效忠于谁 女仆充满期待 玛丽开始了自己的故事 国王亨林伤得很严重 一根碎木锥扎入了她的眼睛 直刺大脑 亨利拉住摩莫朗西 嘱咐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们 这令摩莫朗西心碎不易 凯瑟琳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 把戴安挡在门外 但即将失去亨利的绝望 紧紧扼住了她的红络 她心思底里地质问亨利 为何不听自己的提醒 去停止那愚蠢又致命的冲刺 凯瑟琳把爱人紧紧圈在怀里 亨利努力保持清醒 她告诉妻子 自己只愿成全她 成全她摆脱自己这个 既不是合格的丈夫 又不是合格的国王 并感叹凯瑟琳错付真情 凯瑟琳痛哭流涕 悔恨和痛苦让她无法呼吸 她告诉亨利自己的爱从未改变 亨利嘲笑凯瑟琳就是个傻瓜 而另一边圣罗马大帝对亨利的重伤就是一句扫兴 衍生一条玛丽忽然提出应该为亨利祈祷 这个提议深得玛丽的赞同 而且排斥了兴奉心教的波旁兄弟 真可谓一箭双雕 波旁兄弟赶紧表态 信仰虽不同 效忠国王的心却是相同的 圣罗马大帝接过话题 趁既然效忠 就应该赞同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的联盟 然后一起支持玛丽成为英国女王 说着就招呼大家向祭祀主教跪下祈祷 话里话外 异于煽动玛丽对信仰的执着 借此掀起一场内部矛盾 这时 淤衣推门进来向大家宣布 无法取出那根致命的木锥 坑里病情很不乐观 这个噩耗令弗浪太子几乎晕倒 眼看这新王即将登基 吉斯家两兄弟马上表示效忠 郭皇家两兄弟也不甘示弱地抢着效忠 王太后过来询问弟弟 干嘛要在这种时候搅局 这怎么说也算自己的家 真心不想看到他垮掉 圣罗马大帝蛮无所谓地说 家人不就是用来霍霍的吗 一句话让姐姐无语至极 凯瑟琳梦到初次见到亨利时的样子 醒来却发现病榻上的亨利不见踪影 循着声音找到一个热闹的宴会 所有人都在推杯换盏 公筹交错 戴安热情地引了过来 亨利正坐在席间饮酒 这荒诞的场面让凯瑟琳惊呆了 理智让他清醒过来 愤怒地吼大 亨利需要休息 但戴安一脸兴奋地说 亨利已经好了 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粉饰太平 这时亨利站起来口喷鲜血 随后倒地不起 御医宣布 亨利已经离世 戴安才失神痛哭 迅速抬头向凯瑟琳示好 凯瑟琳冷冷地把现实 甩在他脸上 扭头离去 方林尸骨未寒 圣罗马大帝就密会了玛丽 声称弗朗二世和玛丽的机位是上帝的安排 也是天主教统一欧洲的契机 自己愿意与法国联盟出兵 先收复英格兰 这让玛丽兴奋不已 然后他嘱咐玛丽 一定要坚持自己 不要被他人左右 玛丽一脸的坚毅 他把这番话理解为 自己就是上帝安排的 代表天主教统一欧洲的救世君王 任何违逆自己的想法 都是违逆神的旨意 全然不质疑圣罗马大帝的意图 葬礼上 凯瑟琳悲伤地安慰着继位的儿子 圣罗马大帝竟然在葬礼上 公开调戏凯瑟琳 言辞污秽误 这令凯瑟琳恶心至极 求欢不成的圣罗马大帝 对凯瑟琳吐露真心话 他认为 凯瑟琳是目前皇室里最聪明的人 可惜不能掌权 自己对缺少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深感遗憾 玛丽这个傻姑娘大权在握 对宗教狂热的执着 就像一个在骨仓里拿着火把疯跑的孩子 只要给他一把干柴 就可以把法国复之一句 恰巧自己寻平善诱 相信不日将大功告成 真希望老对手弗朗伊士 能看到此情此景 说吧 满心得意地离开 凯瑟琳看着众人离去 默默下定决心 他把诸如安排出去调查蒙莫朗希 异常风暴即将来临 悲痛欲绝的凯瑟琳来找术士 声称当初术士承诺过不伤害亨利 术士直言 亨利一心求死自己也没有办法 说吧 拿出偷来的亨利的心脏 将其烧成灰或者水 凯瑟琳一饮而下 从此 亨利将葬在凯瑟琳的身体里 永不分离 戴安离开了皇宫 凯瑟琳终于除去了眼中钉 身着一袭黑色 开启了自己的寡妇人身 波旁家的长子安托万 和吉斯公爵夫人在偷情 事后吉斯公爵夫人告诉安托万 波旁家将日搏西山 果然 书命院会议上 刚登基的弗朗尔使就要求讨论 与圣罗马帝国的结盟 波旁家认为结不结盟 要看圣罗马帝国付出的条件够不够意思 吉斯家直言 此事就是走个过程 国王早已让人起草好了结盟书 波旁家生气的威胁 这个结盟会招来新教徒们的强烈矿义 玛丽王妃说 那不正好吗 把新教定为非法宗教 把新教徒放逐或杀死就完事了 此话一出 波旁家炸了锅 凯瑟琳也坐不住了 他警告儿子要理智一些 但是新国王显然对母亲的话置若罔文 不仅如此 还当着众人指责母亲 没有陪伴教育过自己 现在凭什么指手画脚 玛丽则傲慢地说 现在可以给波旁家最后一个 皈依天主教的机会 吉斯家的主教马上补充 但需要缴纳一笔巨款 波旁家的胖子终于忍不住爆了粗口 弗朗二十当场宣布 新教在法国违法 波旁家两兄弟被判处流放 安托万情急之下大喊 自己怎么也算吉斯兄弟的后爹吧 两兄弟脸色一黑 跳起来就和波旁两兄弟打成一团 凯瑟琳在一堂混乱中离开 法令一出 整个皇宫开始捉拿新教徒 异教徒美女的情人也被抓走了 玛丽则找到诸如 要求诸如去摸清术室的住处 以坐视凯瑟琳使用巫术 害死亨利国王的罪名 诸如假意同意了 一教徒美女向凯瑟琳请求 帮忙救出自己的情人 诸如来向凯瑟琳提出 自己想要离开这个危险的皇宫 并说出了摩莫朗西的行踪 原来摩莫朗西藏匿着 那个被父亲卖掉的女孩 将其视为己出 凯瑟琳悄悄悄 凯瑟琳悄悄来到这个新教徒女孩 传教的聚会点 叫摩莫朗西提出请求 希望摩莫朗西帮助自己 唤醒被玛丽洗脑的儿子 波旁兄弟俩跑回家找老爹 被老爹一通数落 骂得狗血淋头 这时忽然收到摩莫朗西的口信 当他们来到约定地点 凯瑟琳也在 凯瑟琳说出自己的计划 他把儿子从宫殿中骗出来 让埋伏在沿途的波旁兄弟 带人姜弗朗二世绑架 然后交给摩莫朗西进行说服教育 争取让国王找回理智 然后再安排新教徒将其救出 以增加国王对新教徒的好感 这个怎么听怎么不靠谱的计划 却被波旁家族接受了 在没有别的任何办法的前提下 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试一试 于是计划敲定开始实施 凯瑟琳让朱如将新教聚会点的信息 透露给玛丽 玛丽在书命院会议上提出 要围剿这个新教聚会点 吉斯嘉两兄弟反对 他们觉得对新教贵族进行清洗就够了 如果还要扩大到对平民也这样做 是吃力不讨好的 会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 但偏执的玛丽非常生气 她认为两个叔叔不仅在挑战自己的权威 还对异教徒表现出软弱和不坚定 凯瑟琳顺着玛丽的话提出 如果让皇族带队 那就可以向大家展示皇室扫除新教的决心 玛丽一听大为开心 驳回了吉斯嘉带队的请求 决定由国王和自己亲自带队去 弗朗二世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 坚持自己会亲自出卖 国王的车架在卫兵的保护下前进着 路途上是埋伏好的偷袭队伍 吉斯兄弟俩在车内谈论偏执的玛丽 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凯瑟琳向儿子提出 重新考虑圣罗马大帝的结盟 弗朗二世此意已决 红着脸与母亲争吵起来 甚至认为母亲得不到父亲的爱 都是因为其咄咄逼人的态度 和不信任人的做法 这一点上还不如大安善解人因 说完就激动的口吐鲜薛 玛丽说到这儿 似乎已经借弗朗二世的口 给其母亲下了定义 她问女仆听完这些 是否想好站在哪一边 女仆稍微迟疑了一下 就坚决地跪倒在 玛丽脚前表示效忠 声称愿意去女王的房间找信件 这让玛丽颇感欣慰 拉希玛离开了牢房 换了件衣裙就来到了女王的房间 在书页中轻而易举地拿到了信 这时 女王来到其身后 拉希玛平静地和女王问安 她不无得意地说 自己如何在玛丽面前编排女王的坏话 从而得到了玛丽的信任 女王欣慰地问 还学到了重要的一刻就是 人们从来不缺少出尔反尔的理由 女婆拉希玛从一个倾听者 开始成为一个参与者 上一集在王后的要求下 去偷玛丽的信件被陷害 这一集 玛丽清零拉拢是一个脱困的好机会 女王不救她 似乎就是把这个机会留给玛丽 拉希玛在听了女王讲了那么多故事后 在她亲身经历的这个情景中 她会做何选择呢 如果是屏幕前的你 会做何选择呢 这个选择的结果是生是死 我想聪明 睿智如你 一定不会选错的 下集将是大结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剧情就聊到这儿 我们接下来聊几个重要人物 圣罗马大帝查理武士 他是欧洲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 他不仅拥有欧洲面积最大的王国 还包括美洲的西班牙二十民地 墨西哥密罗等地 但是这依然无法阻止 他不断扩张和征战 以至于治理国家的内政 都交给了儿子和弟弟来管理 圣罗马大帝的宗教热情 几乎是他征战的巨大动力 他反对任何宗教改革 希望建立一个天主教世界 他在位期间 与法国和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 发生了多次战争 最终 亨利二十登基后的那场战争的失败 让他两年后选择了退位 把帝国一分为二 德意志和奥地利地区给了弟弟 西班牙给了儿子 晚年待在秀道院中 直到去世 好的 本集就聊到这里 我们每周更新独首王后 边缘世界 还会不定期推出一些 优秀的小众聚集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关注我们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谢谢观赏 我们下期见